中国人民是宠上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 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 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同时, 同时 冬水,因为冬水是填的。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I crucified my lord Sometimes it causes me to tre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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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启示录最后一章 经过一年的万水千山 穿越了启示录所记述的大患难 我们终于抵达了乐园 我们终于到家了 但是香港仍然在患难当中 香港仍然在流血 香港仍然在流泪 乐园在哪里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从神学上来定义 贯穿启示录课程中史的这个世代 极为特殊的香港悲剧呢 香港悲剧的神学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香港的悲剧是现代文明的悲剧 也是基督教世界的悲剧 数百年来 人类这段历史被定义为现代性 现代化 现代社会 在这个所谓的现代历史当中呢 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 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事件 那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现代化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更进一步来讲 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就是 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相遇 或者两个世界的撞击 两个世界的结合 香港是基督教世界与东方世界 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昏床 新房 百年蜜月 这场蜜月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里 彻底宣告了终极 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这样的神文化和这样的龙文化 在香港这样的结合 到底是不是讨神的喜悦 是不是神的旨意 一直以来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一直到现在 主流西方世界 一致认为 两个文明的撞击 必然意味着东方文明被福音化或者自由化 他们相信可以改变 但是香港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结局 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 实际上大约有两条方案来对这场悲剧做出回应 第一可以称为川普方案 第二可以称之为拜登方案 拜登仍然主张合作竞争的东西方的关系 川普的反应是 惩罚和脱钩 彻底的切割 但是显而易见 至少到今天为止 拜登代表了鸡汤教或者西方主流文明的主要方面 香港落到这步田地 乃是因为这样的神学思想 普世价值成功的支配了整个的基督教世界 简而言之这套神学这套普世价值进一步的呈现出三大教义 它覆盖了所有的政治哲学 尤其覆盖了基督教的核心宗派主要宗派 这三大邪教教义及其归正清晰的启示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 这五节经文不仅让我们看见了乐园的方位 也告诉我们到达乐园的基本的道路 我们看今天的正道经文 五节经文可以清晰的这样来交叉结构 我们跟蒋章相比又做了一些调整 一到第二节 涉及到了基督徒的生命的两个特质 或者到底什么是乐园里的生命 什么是新造的人 什么是新人类 什么是新生命 双重生命 我们抨击过生命神学 不仅因为他们是半调子的生命 更因为他们是异教所主张的生命 基督教圣经到了启示录这个地步 对基督徒的生命做了最为惊讶的总结 这个生命就是两大特征 第一 生命水 第二 生命树 这双重生命构成了基督徒生命的所有的方面 缺少任何一个方面 我们都会沦落到主流鸡汤教的邪教教义当中去 换言之 如果我们紧紧的片面的盯住生命水 而忽视了生命树 就可能意味着 我们只是奉行 唯独信心 因信称义 这样的部分真理 而切割了解果子 解出公义的果子 这样的一个相辅相成的生命特质 于是基督教的第一个核心教义 就被一分为二了 成了用唯独信心 取代了信心和行为病重的半调子基督教 我回头会展开来讲生命树是什么 生命水是什么 现在大家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关于生命 乐园里的生命是平行生命水和生命树的双元架构 于它平行的是第三节弊 于第五节 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徒两重职份 两重圣旨 两重身份 分别就是仆人和君王 数百年来甚至到上千年来 基督教大秀的是仆人的形象 以至于奴性十足 奴相四义 但是望君披靡 远舍君王 绕行君王的职份 实际上彻底的向世界的众王 放弃了基督徒和教会与主共同做王的伟大真理 为这样的缘故 双丛职份 主流基督教只选择了二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的真理 那就是只选择了仆人的部分形象 而与君王毫无关系 甚至攻击与君王指负相关的任何政治信息 中间一句话 以后再没有咒诅 这句话其实是双关的 一个方面呢 在新天新地咒诅终结了 在基督的 因为基督为我们承受了咒诅 第一次来 第二次来 咒诅结束了 该咒诅的恶人 魔鬼都在火湖里 另外一个方面 他也告诉我们 在人类犯罪一直到基督复临新天新地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呢 神对世界的真理一直是双元的 那就是咒诅和祝福 但是主流基督教彻底放弃了传讲上帝咒诅的使命 犯爱主义 一味的祝福 谁讲咒诅 就会被他们咒诅 所以说他们是撒旦之子 一个方面 反对传讲上帝咒诅恶人的真理 另外一个方面 他们咒诅那些传讲上帝咒诅恶人的传道者 幻言之 福音的真理一直是两个基本方面 律法于福音 咒诅于祝福 平行旧约圣经最一个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 两座山 在以巴路山上 在激利心山上 到了新约圣经 评学人的经文更加浩如烟海 信主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总而言之 这五节经文实际上 在启示录 在圣经结束的地方呢 宣告了基督教的三重核心教义 那就是 生命是生命水加生命树 职分是仆人加君王 真理是祝福加咒诅 虽然咒诅最后结束了 这六层信息呢 让我想起了先知和以赛亚和使徒约翰 分头看见的共同的异象 先知以赛亚看见的是撒拉夫有六个翅膀 使徒约翰看见的是四活物有六个翅膀 主流基督教只有三个翅膀 近些年来美国好像有一个作家发明了一个词叫折翼天使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折翼天使 只有一个翅膀 因此呢 必须靠和别人结合才能飞行 听起来很文学 实际上这就是香港的命运 基督教飞到了东方 用三个翅膀 另外三个翅膀借助了龙的爪牙 搭建了一个平台叫香港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苟河呢 就是这种主流思想 这种偏执三个片面的教义的基督教 实际上是相信基督和比列是可以相通的 并在两者相通的地方可以创造出天堂来 但香港如今成了地狱 他们实际上也深深地相信 基督教可以跟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就是所谓的三字教会 结出来的不是什么善果 而是世界上最恶心的阴间之门 在教会生活当中 这套思想也意味着有人相信 基督徒和赵家人可以共同建立教会 我们到底能不能长期的共存于一间教会呢 我们小看了龙文化本身的势力 那就是你如果不对恶 除恶物尽 他就会起来杀人 流血 说谎 这也正是香港的命运 在这里我先提出一个问题 一个难题给大家回头解释 那就是贯存整卷圣经 上帝对以色列人有一个特别扎心的吩咐 任何长期受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 性善论污染的灵魂无法解释 那就是神在生命纪开始吩咐以色列人 占领一座城池必须除恶物尽 杀死所有的男丁 妇女和儿童 便要把他们的财物堆积起来彻底烧光 同时不可以重建任何这座城市 其中有一个有两位著名的 现代普世价值的先行者 一个是亚干 全家灭亡 另外一个就是以扫 以扫存留了亚马利人后裔 亚甲家族的性命直到哈 他的后裔哈曼兴起 为以色列人招来了亡种灭族的大火 我们不一定直线的把神的教导在 现代世界里平行肉身的消灭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有时间我们再展开来讲 也许出埃及记的课程当中 会涉及到这个难题 但是呢 我们至少可以在神学上这样来应用 那就是当神文化 我这当然是打着引号 和龙文化相遇的时候 如果神文化不对龙文化除恶无尽 确确实实必有睡龙觉醒的日子 他会起来彻底的来撕碎神的儿女 这正是香港悲剧的神学本质 但是感谢神啊 借着启示录今天再次地唤醒整个基督教 重新去思想 上帝的话语是来不得半点的弯曲的 你可能不理解 你可能很反感 就像我们一直在说女人不能做牧师 你要是真是一个基督徒 你就有一万个理由反感 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仰或者信念 他说的对 我不懂我要听他的 从人的角度来讲 一万个理由你也不能接受 怎么可以在迦南实实屠城的战术呢 但是你要记得神就是比你聪明 就是比你高明 构合了一百年两百年的东方明珠 落到如此今天的流血牺牲 悲悲惨惨的下场 有谁在真正的从神学的视野去反省呢 得出一个最最伟大的结论呢 那就是基督和他的话语 才是我们真正的根基和高抬拯救的保障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启示录最后一章 以平行结构的方式 重申了贯穿六十六卷书真理当中的真理 什么 基督和他的道 启示录二十二章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一到五节讲基督 六到十一节讲他的话语 十二到十七节讲基督 十八到二十一节讲他的话语 但是角度略有不同了 跟马克福音相关的信息 有人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见和他的圣天使将临的时候 你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基督 首先一到五节是做王的基督 基督就是王 六到十一节讲到神的道是永存的 十二到十七节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基督是王 他是大卫的后裔 十八到二十一节让我们看见 神的话是不可以增加和删减的 谁动一动必被咒诅 以后再没有咒诅了 但是没有咒诅之后 神在圣经最后结束的地方再一次宣告了咒诅 你想到了什么 圣经最 旧约圣经最后一句话也是咒诅 历代志 历代志 借着香港这个生活当中的启示录 更借着圣经 我们要永永远远的让自己归回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保障 基督和他的话语 旧约的语境 看创世纪一到三章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回归乐园了 对比伊甸园里和乐园里的信息 诗篇第一篇生命水有树 怎样叶子也不枯干 义人发妄 恶人被审判 在文字上大量平行的 大家看以西节书的相关篇章 特别是以西节书四十七章 详细内容 请参考讲章 我们今天提纲写领 现在来看第一部分 天使又指示 指示这个词在整个的启示录当中反复出现 告诉我们真理一定是神指示给我们的 启示给我们的 不是悟出来的 不是从人那里来的 正如保罗说的 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启示来的 乃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的 启示真理 所以启示录被称为启示录 大家可以详细看一看 每一次指示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呢 都是有一些重大的场合 那就特别的在告诉我们 涉及到如此重要的事件当中 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只有靠启示 靠指示 指示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指示我的是看 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看这条河流 明亮如水晶 平行的经文我不讲了 强调一下约翰福音三到四章 以及约翰福音第七章 主耶稣自己讲生命水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讲的是圣灵里的重生 主流教会都是这么讲的 我们完全同意啊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这可以指向洗礼的真理 在所谓的接受本啊 我们知道希伯来文 这个希腊文圣经 希伯来文圣经 那么有不同的版本 常用的接受本呢 有一个形容词说 这是一个洁净的生命水的河 既可以指这条河本身是洁净的 也可以指这条河是用来洁净罪人的河 都可以 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主才在约翰福音三到四章里面 反复的说到水 借着水和圣灵生 你才能进神的国 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主耶稣进一步的说 信我的人要从他的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来 然后圣灵解释说 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 所以生命水指向洗礼的真理 更指向彼得所说的 我们若洗礼必接受所赐的圣灵 那么按照这样的理解 我们就会看到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圣灵 加起来无非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 所以我们才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 给你施洗 这是三位一体上帝在你身上重生更新的工作 我们为今天的洗礼感谢主一个罪人的重生 比一个有9500万党员的假生日更蒙天上的祝福 不仅如此 我们如果把这两节经文这样来平行解构 你就会发现生命树跟生命水平行 宝座耶稣做王和万民平行 君王和万民平行 什么意思呢 基督徒的第一宗生命是你跟神的关系 对吗 神赦免了你一切的罪 把你接纳到神爱子的国里 带你返回生命的乐园 所以基督徒的第一个生命是救恩的见证 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是完全的恩典 是因信称义 或者说啊 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最近我们还是有金约会的人在挑战我们 人本主义者真是很难明白洗礼的真理 他以为洗礼是理性能明白的 其实就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成年人的洗礼 你说你能明白怎么这点水洒上去你的罪就洗净了 这不是理性的对象 这是信心的对象 无论是儿童和成人都如此 我很诧异怎么就是跟他们讲不明白 真是猪油蒙了心 奈何 当然也合了圣经上的一句话 人若没有圣名不能明白属灵的事啊 但是总而言之呢 基督徒的第一层生命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是因信称义 这是伟大的教义 我再说一遍 我们不反对因信称义 我们弃绝唯独信心 但是平行的是第二部分 那就是生命树 这棵生命树是你的重点是你跟谁的关系呢 是你和万民的关系 当然这一切生命水生命树都首先是指向基督的啊 这个我们在CSMP的一年级课程里都讲过了 我这里不重复 当然也可以指向基督里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主反复地教导我们 他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而且我们要结果子讨神的喜悦 而这个生命树所代表的生命有两大特质 第一是结果子的生命 第二是医治万民的生命 第一从因信称义的教义 平行你跟上帝的关系 前所未有啊 无神论世界没有这一层关系的 第二从生命你跟世界的关系 这个万民翻译的很糟糕 因为21章反复把这个名词翻译成 列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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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君王和人民 换言之教会基督徒 你是万国的药 你是万国的医治 不明白医治的真理 我建议大家重新去读诗篇 启述路总结了这个医治的真理 让我们彻底的远离灵恩派装神弄鬼的医治 这就是圣经真正讲的医治 但是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 基督徒的第二从生命是 结出果子来医治万民 涉及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我再说主流基督教彻底的放弃了第二节的见证 现在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为什么这样来解释果子呢 生命术和果子 大家记住啊一定要记住 已经结经 生命术这个概念在整卷圣经当中 66卷书 创世纪出现了三次 这个大家都熟悉 创世纪第三章 然后启示录出现了四次 开篇讲期间教会和结束部分 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在最中间在整卷圣经最中间的那一卷书里面 又出现了四次 我们以前讲真言书 创世纪 启示录 真言 你会看那个圣灵的这个巧妙的结构 生命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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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言里出现的四次生命术 简而言之呢指的就是义人公义的见证 公义的生命 你不仅仅因信称义了 你还要做一个义人 用约翰一书的话来说 小子们呢你不要上当 行义的才是义人 因此这里面与因信称义平行的核心教义就是 因行受审 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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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独有偶 果子这个词大家从前回头去检索 我们即将学习马太福音 你把马太福音主耶稣关于结果子 所有的教导拉出来 检出来 它就是启示录讲的果子的真理的根据 这就是我们解释圣经最基本的方法 我们为此心安理得 平平安安 理之气壮 那么主耶稣讲了这么多结果子 一言以蔽之 结出异果 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去一级考察了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于因信称义生命 于我们与神的救恩关系的生命相平行的是 我们跟万国万民君王的关系 那就是我们要在他们的面前行公义 并唯有如此才能够治病 要别停 但是呢 仅仅从文字而言 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一个试经的难题 这里面有大量的单数名词 让我们很诧异 一条街道 不是很多街道 一道生命水的河 都是单数 神和羔羊的宝座 单数还是富数呢 单数 所以我曾经跟敏锐说 那个歌词要改 只有一个座位 怎么做呢 它与复原为一 那没办法 但是让我们更诧异的是 生命数是单数 那么问题就来了 很多人是脚筋脑汁 没有办法安排这幅图景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一棵生命树 这树是如何栽种的呢 你想 一条大河 一条河 在河子这边和那边有一棵生命树 想 谁能想出来告诉我 我先谈谈主流 主流学者的观点啊 他们认为这个 这个生命树没有灌词指的是一类 有很多很多种树 但是呢 都叫生命树 为此呢 可以参考以赛亚树 特别是以西结书里面的相关的经文 那里面说新耶路撒冷也好 乐园也好 有各种各样的树 虽然那里不叫生命树 嗯 这个解释靠谱 我不反对啊 但是不能让我完完全全的释然 会不会有另外更大的可能就是啊 启示录里面的的确确就是一棵生命树 正如创世纪的乐园里面也是一棵生命树 那么如果这是真的 我们怎么才能够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翻到下一页 我们今天可能要给大家看见一个 让你感到很释然的解释的方法 可能是翻译的问题造成的这个难处 这个问题我又想了一周 感谢主在大草原河边上想明白了 结果看见了有一位路德教会的神学家 就是我曾经推荐给大家看启示录参考书的那位作者 我和他的观点一致 他也是对的 我们先看 不要看赫赫本了 他那个翻译打乱了顺序 我把英文的 英文的原文 英文放在这个地方 那是希腊文的原文 希腊文看起来你要费力的话呢 就看这个英译 就是在这个中间 在这个街道的中间 这个街道就是主街 我曾经多次提到过 去加东 过了三河市 到各种 沿着圣劳伦斯和各种小镇 基本上是一条河 然后呢 一条主街 Main Street 就是一条街 一条河 然后在河河街的中间呢 一般是什么 是教堂 你要是没有印象以后 再去注意这个特点啊 一个小镇 一个小城 基本上都是这样布局的 在河边 然后呢 穿越整个小镇的是一条主街 有相当大的比例 教堂位于主街和河中间 一个狭长的地带 当然也不尽然啊 也有呢 是在叫 在街的主街的这一边 在这条主街的中间 河在每一边的 这个河的每一边有单数啊 有生命数 那么 这个祭词啊 就是在这个中间呢 可以换一个翻译的方法 那就是啊 翻译成between 就是在什么什么和什么之间 在这条街 河 这个原文 这个两边是放在后面的啊 还是看希腊文 努力学吧啊 我给大家 只是给大家看啊 你看啊 这是在中间 这个呢 是它的街道 在它街道 河 这个河 然后这是两边 我再说一遍呢 就是在这个街和河的中间 清楚了吗 在街道和河的中间或者在街和河之间的地段 图片 在这条河和这条街中间的部分有生命数 好了 迎刃而解 明白没有 所以呢 你要读河河本能把你读封了 你再翻上去 在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数 把你 这把你击封了 但是河河本它是怎么处理的呢 你看 在城市的街道这句话拿前面去了 剩下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一棵生命树 那么这样一来啊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神学的想象 是吧 你看 河流如果我们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 它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 街道是什么 街道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街道就是交通的嘛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嘛 那么无论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还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其实支撑我们的是什么 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好吧 这个问题我就解释到这里 我希望我讲清楚了 好吧 我们看中间这一句话 就是这 就是这了 我把那句话用浅蓝色写在那里了 以后再没有咒诅 这句话我要重点讲一讲 它很重要 咒诅这个词啊 是圣经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我不是说我们要咒诅啊 面对基督教的指控 我再多说两句就是 我们要讲神的咒诅 听得懂吗 这是人话啊 我们不能遮盖神的咒诅 它很重要 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同等的重要 律法和福音同等的重要 摩西律法就开始大量的关于咒诅的经文 特别是在生命迹里面 你如何遮盖呢 先知书和诗篇里面有大量的咒诅 特别是诗篇 我们正在网络上带领大家从学诗篇 简明恶药的再过一遍诗篇 长期以来诗篇有一个对主流鸡汤教来说有一个难题 就是所谓的咒诅诗 但是我让我们来回到圣经 我们才会感慨圣灵真的是诚实的 启示录一再说它名叫诚实 真实的 人都是说谎的 启示录有两件事情 有两个概念让我们羞愧 一个就是公义 连篇累赌的公义的信息都被处理成鸡汤了 另外一个就是咒诅 老老实实的回到咒诅的真理上去 不要再矫情 不要再假冒为善 咒诅恶人 我们的神既是祝福的神也是降灾的神 我以前曾经批评过一个台湾的传道人 最近在美国西岸 我们的神不是降灾的神 我们的神不降灾是有条件的 但是我们的神同时也是降灾的神 不然出埃及记可以扔掉了 诗篇大量的咒诅信息 四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有很多很多咒诅的信息 特别是主耶稣吩咐教会必须在传福音的同时传咒诅的信息 或者说福音的整理50%是关于咒诅的 举四个例子 每卷福音书选一句话 马太福音16章19节 你们捆绑的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 这是什么这是咒诅 你不能说这是祝福吧 马可福音16章16节 信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定罪就是咒诅 约翰福音3章18节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你不能只讲神爱世人让他都得救 不是的 不信的人罪就定了 路加福音23章38节 主耶稣在十字架的路上对耶路撒冷的女子说你不要为我哭 要为你和你们的儿女哭 这实际上也是在宣告咒诅的信息 当然你可以说神宣告咒诅的信息也是为了让人悔改 这是祝福那我不反对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把咒诅的信息沉迷在万人的面前 你不能遮盖他你不能回避他 奈何 使徒行传也有大量咒诅的信息 最明显的在两个使徒身上 彼得的咒诅导致了一对夫妻的灭亡 保罗的咒诅对 爸耶稣说你这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仇敌立即瞎眼 一个夺取生命一个夺取了势力 但是呢 圣经当中有个别的信息被鸡汤叫发扬光大 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实际上就是两处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 雅各书三章九节 不许咒诅只要祝福 我今天这把结论告诉大家 这里的不许咒诅只要祝福 主要应用于三种语境 第一弟兄不要咒诅弟兄 教会里面不要咒诅互相咒诅 真弟兄 第二你不要因私人恩怨而咒诅 伤着了 肉身上一些伤害了 就开始咒诅别人 第三呢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 整个使徒书信啊 无论是你怎样理解顺服君王也好 不要咒诅仇敌也好 很多的时候我认为是处于一个牧者的心肠 我们做CSMP 我更能理解神这样的心肠 就是像我一直在呼喊劝勉国内的弟兄姊妹 你不要去挑战那个流氓政权 保护好你们 我更愿意跟他们讲深渊在主主逼报应 没有问题啊 这属于爱啊 但是传道人先知和使徒 他们自己愿意站在君王的面前 那是因为他们是传道人 他们承担了祭祀的职份 没有办法 但是平信徒你保护好你自己 这是我我们对这些这两节经文 关于限制咒诅的基本理解 逻辑逻辑逻辑 三点并行不要选一点 只供一点不及其余 但是呢 尽管这三点在使徒书信当中 有更多更多的信息把它完全平衡了 基督徒传道人可不可以咒诅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 说若有人不爱主就当咒诅他 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 若有人传福音跟我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你去跟保罗算账不用跟我较劲啊 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 这些人满脸是银色 勾引那些刚刚信主的人 然后呢正如被咒诅的族类 启示录二十二章结束的地方 若有人增减圣经就当被咒诅 所以当被咒诅是不可咒诅的两倍 你要平衡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学完启示录再去传福音啊 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安排 但是不仅如此 即使你自己觉得这些咒诅 你没有良心的平安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去顺服 那就是上帝咒诅不信者和恶人的信息 你没有权利遮盖 必须同时宣讲 那么咒诅是从何而来呢 仅以创世纪为例 创世纪有五大场咒诅 第一是针对蛇和亚当的 一和华神对蛇说 你必受咒诅 对亚当说 你必被咒诅 而且地位你的缘故 必受咒诅 世界的王和整个世界都被咒诅了 你说你传福音你不讲这个 那你如何去讲诺亚的名字是 因为地位咒诅所以他来安慰我们 你又如何去讲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 你又如何去讲 让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扔不悔改的人 就会住在永远的咒诅当中呢 没法讲啊 第二场咒诅 该隐从这地受咒诅 第三场咒诅 迦南韩犯罪迦南被咒诅 第四场咒诅 咒诅亚伯拉罕的被咒诅 可以这样来应用 咒诅教会的咒诅传道人的被咒诅 最后利百家被咒诅 雅各说我不能骗我爹 否则我会被咒诅 利百家说没关系咒诅归我你去骗他吧 我们换个角度来总解一下这五场咒诅 被判神的必被咒诅 杀人的必被咒诅 揭露别人肉身的儿女被咒诅 逼迫教会的被咒诅 逼迫教会的被咒诅 撒谎的被咒诅 这是很逻辑的一个架构 对吗 你跟神的关系 你跟别人生命的关系 你跟别人尊严的关系 肉身的关系 你跟教会的关系 谎言 简而言之呢 魔鬼的属性就是杀人说谎 但是有一个问题 在这五个方面当中呢 在这个五大罪恶当中呢 谁 谁 哪一位 更加的罪恶滔天呢 背叛上帝自以为神 杀人无数 让别人惦誓认罪 钻以大批判 羞辱别人为念 逼迫教会 拆毁十字架 满嘴谎言 一句人话没有 答案一目了然 那就是暴君 可是好遗憾 千百年来 这个该被咒诅的对象 竟然是主流教会宣告的 要顺服的君王 基督教沦落到这部田地 夫妇何言呢 香港陷入到这样的悲剧里面 毫不奇怪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 圣经是如何咒诅暴君的 翻到下一页 《生命记》十三章那段经文我刚才提到了 他闹了扫罗的悲剧 最早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攻占一座城池必须除恶误尽 对龙文化斩草除根 但是大英帝国 真是一个没臀部的半吊子帝国 香港统治了香港 经营了香港上百年之久 安逸于神文化和龙文化的伟善的蜜月 至于今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香港是扫罗 我不是指那些为自由而抗争的香港意识和人民 我指的是香港的管理模式 但是神在新约圣经当中 对《生命记》的这个教导做了一个更精确的启示 启示录二章第二节 记住一句话 你不能容忍恶人 不是拜登的包容合作竞争 不是的 不要容忍恶 热爱伊和华的必恨恶罪恶 台湾不悔改 继续和异教行淫 香港的今天必是台湾的明天 台湾的明天必是温哥华和洛杉矶的后天 洛杉矶和温哥华的后天必是蒙特利尔的大后天 对龙文化的恶必须处恶无尽 我们看圣经的上帝的仆人 是不是在践行神的戒命 我讲了 我选了三个很著名的例子 以赛亚书十四章四节 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 欺压人的何境熄灭 强暴的何境止息 通读以赛亚书十四章 太重要了 这个信息平行了耶利米书五十到五十一章 论巴比伦 更平行了启示录当中所有 关于巴比伦大淫妇的终结性的启示 一言以蔽之 其实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世界的王 做了极为严厉的咒诅 代表世界之王的第二个角色 以西节书二十八章十二节 通读以西节书二十八章 推罗王 撒旦的化身 还不仅如此 第三位 以西节书三十二章二节 你要为人子啊 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起哀歌 务必通读 以西节书三十二章 于是问题就来了 今天为暴君做起哀歌的基督教 在哪里 今天的暴君 邪恶远远超过巴比伦王 推罗王 埃及法老 但是今天的邪恶淫乱的罪 在主流教会当中 远远胜于历史当中的 以色列人和犹太人 不仅如此 我们人开篇讲的三大邪教教义 彻底成功的捆绑了基督教 任何今天有一个神的仆人 起来提起诗歌 论巴比伦王 为习近平做起哀歌 为习近平做哀歌 会什么结局 第一 你要顺服掌权者 第二 你为什么要谈政治 第三 谁给你的使命 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 这就是今天的西方文明 落到香港抚沫 中国病毒横行杀人 有什么奇怪呢 这仅仅是旧约的真理吗 彼得前书说 你们才是君王 君王的祭祀 君王和祭祀 启示录结束的地方 主对教会说 你要给你们权柄 智福列果 今天正到经文结束的地方说 你们要做王 讲逻辑吧 你要是顺服外邦的恶王 那么请问你如何做王呢 我们讲过好多这种道理了 顺服掌权者 首先指的是基督教会里的权柄 基督教世界里的王 从旧约到新约 亚伯拉罕如何顺服四王五王 摩西如何顺服埃及法老 先知如何顺服巴比伦王 推罗王和埃及法老呢 这如此结构性的常识 是如何被整个基督教主力彻底颠覆的 而且厚焉无耻地跪下来 山呼万岁呢 为什么 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 你的道理在哪里吗 我最近真是有一份触动 特别是这两天看到了香港那位流血的梁先生 真是痛和如在 但是这片血迹真的能唤醒整个基督教世界吗 真的能够让教会起来为推罗王 巴比伦王 埃及法老王做起埃哥吗 你不要以为埃及已经过去了 因为是启示录告诉我们 这城按照灵异就是所多玛 就是埃及 埃及按照灵异都没有过去 为什么先知按照灵异灭灭呢 我若有时间 有感动 我一定要为习近平做起埃哥 七一的丑恶表演 如果是如日中天的话 道也恰当 从此开始了日泊西山的裸奔进城 很多人看不懂 因为这是何等浩大的生日宴会 尽管谁都看得见 劳民伤财 但是这是前所未有的孤家寡人 三重孤独锁定了 推罗王终极的命运 第一重孤独 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 竟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国家 国家政府和政党发去一纸贺电 第二 国内的空前孤立 所有庆祝生日派对的 竟无一个中国人 是自发的站在街上为党庆生 所有参与庆生的七万人 每一个都是党自己厚焰无耻的 组织起来的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职务人 第三 空前的党内孤立 你们要对文革历史稍有了解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 伟大的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之后 必有的台词是 毛主席万岁 你回头仔细去看 这两句口号停 之后 有一个漫长的停顿 没有主席万岁 僵尸和植物都不配合 这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不懂 搞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庆典 到底为哪办 当然 这是独裁主义文化的必然的习惯 但是有一个个人的算计 这是向二十大终身制和假皇帝 发起的一次关键的重逢 但是一败涂地 大失所望 所以 这是为他做起哀歌的时候了 这哀歌可以每一个字带领我们返回 先知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 这是我们更加的为 在这个黑暗的年代 所有仆夫在暴君脚前的基督徒去祷告 香港 神指着香港给东西两岸的人民 去看一看 我们对上帝真正的亏欠 香港的美丽眼泪 每一道血痕 都是上帝对基督徒的抽打和鞭策 是我们巨大的亏欠 乃是因为千百年来 整个的基督教对上帝公义空前亏欠的结果 这是我们的罪恶的彰显 这是我们反省的时候 那一刀扎在了现代文明的胸口上 呼喊整个的基督教世界 乐园在哪里 生命水在哪里 生命树在哪里 果子在哪里 那一个巨大的乌花果树 不是在十字架之前被咒诅了吗 我这些日子很感慨 我们好像正在靠疫苗熬过这个残酷的岁月 我们终于等到了疫苗接种的日子 但是我心里充满了战惊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坦然的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吗 我们如何心安理得的 任凭亚伯的血在地上呼喊 任凭上帝追问我们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 而沉睡在鸡汤教三大邪教教义当中 比报警更加的厚艳无耻了 所以求神继续带领我们 当启示录课程结束的时候 我们必须跟随摩西从旷野 返回站立在尼罗河边 在法老的面前 站在那里 以什么样的身份呢 以什么样的职份呢 那就是我们是天地知主的仆人 我们才是世上与主一同做王的君王 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 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基督教真理如此的伟大 如此的均衡 就在于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那就是基督徒或者传道人 两个不可或缺的职份 上有仆人下有君王 仆人 仆人意思彻底的颠覆了龙王话当中 关于伟人和圣人所有的定义和欺骗 上帝喜悦的人不是什么公知圣人暴君英雄不是的 是一个全身心的委托和侍奉上帝的奴隶 从读使徒行传所有使徒书信 每一封书信开篇的一句话 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 耶稣基督的奴隶雅各 耶稣基督的奴隶约翰 耶稣基督的奴隶彼得 奴隶这个词唯有在圣经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和光彩 很多人文主义者讨厌圣经的很多的概念 他们不知道做上帝的奴才是何等伟大的荣耀 我们换个词 你是真理的仆人 你是个什么样的新的生命 我只顺服真理 我还是那句话 为什么有一些鸡汤教徒不能接受 我们指着圣经教导的女人不能做牧师 就是因为你不想做奴才 奴才是什么意思 主啊 你说的我不懂但我得听 这就叫奴才啊 人类有两种奴才 一种叫神奴才 一种叫狗奴才 狗奴才是什么 你顺服你的情欲 你顺服你的智慧 你以为人那点破事 人那点叫狗奴就是宇宙的绝对真理 要有多蠢的人才会认为 在大英博物馆那个穷光蛋叫马克思的人 拉拉撒撒写了四十年钱 论钱 论资本论 会成为你顶礼膜拜的偶像啊 我们只顺服神 唯有只顺服神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两个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你若只侍奉神 你必做君王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神以外 再没有别神是你的神 大而言之吧 如果你要勉强同意西方世界是个自由世界 其实这种自由恰恰是在这个结构当中诞生的 唯有只相信神的人才会活在自由当中 不把神当神 不侍奉神 你就永永远远是任何偶像都是你的神 你是所有偶像的奴才 但是你若只侍奉神 你就真自由了 我们跟随主这些年 越来越明白这是真理 你们至少应该从讲到台的自由 看见这种真理的自由 除了奴仆这个词 还有一个概念叫侍奉 真以主为主的人呢 不会是无所事事 因为侍奉真理就意味着 你必须参与教会的建造 同时要在世人面前要为公义做见证 我不展开说了 大家可以参考相关的经文 那么在这个交叉结构里面 我们看到了仆人和君王的平衡 往中间走 见面和光照 你可能会突然想到了明寿记相关的注词 等一下我们再看 我先说说见面的意思 见面呢 涉及到两个基本的信息 第一 罪人不能见神的面 见了就死了 所以我们一直调侃灵人派 你们又见到上帝了 你就是找死呢 上帝对该 不是 该眼说我见不了你的面了 漂泊流荡在地上 上帝对摩西说 你见我的面你就会死 就是这样 你不能见我的面 当然在基督里面 他遮盖了我们 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强调一个见面的信息呢 指的是十篇 十七篇 这里面特别谈到了 我只能在意中见你的面 双重含义 在基督的意里面与生和好 另外一个 唯有一人因信得生 上个主旨谈到了 只有一人才能进门 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登山宝鑫有一句有名的话 清新的人必得见神 这话呢和仆人是相关的 所谓清新的人有一个基本的含义 就是我除了他是主以外 没有别的主 我只有因为神很干净了 就这么个概念 这样的人可以见神 但是呢在教会生活当中 这个真理还可以平行 圣理型教会的一个真理呢就是 神真实的临在 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 借着圣理真实的临在 借着他所设立的外在的形式 真实的与我们同在 那么正因为如此 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一句话 这里的光照 我们就直接可以把它平行到 诗篇119105就是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我们信主以后为什么不再走在黑暗当中呢 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光 按照这个光的方向去走 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 其实你作为基督徒你会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 以前不信主坦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凭着血气嘛 凭着肉身 凭着人的经验 凭着古人的遗传 但是根据圣经我们就知道怎么办 我再举女人做牧师的例子 我不瞒大家说我也不认为它是对的 按照我的人文主义 我也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怎么可以轻视女性 我可以举出一万个例子说 有的姐妹就是比弟兄有恩赐 那碰到圣经了我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感谢主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智 那你说的算 你什么时候真的觉得神说的算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 然后你慢慢慢慢的会这个启蒙时代啊 近代是西方有一个神学家哲学家 叫信仰寻求理解 大意是说呀 你先信 但是信不是迷信 你一旦信了以后你才会发现他说的真对 再以这个女牧师这个事情来做例子 你接受了这些清书的教导之后 你就会不断的发现他对 除了不让女人遭受这种殉道之苦 好做母亲以外 其实还有一点 那就是 如果圣灵啊真的比我们高明 他一定在末世使徒写这些经文之前已经知道 万一某个城市某个家庭教会某间教会有姐妹比弟兄更有恩赐怎么办 这事他已经想过了 这个事不是说你现在碰到了 你才说哎哟 当初圣灵末世圣经的时候 竟然没有想到这个具体情况 你要真信神你就会反过来理解 这事他一定想过了 他一定想到过了 但是他偏偏还是要这样写 你就会明白了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你以为那个姐妹好像很有恩赐很有口才是吧 他网上有一些这个不知羞耻的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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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 什么作家的妻子在那滴不滴 滴不滴在那卖弄风情 插魂打磕缺两句半生不熟的冷笑话 你以为那是神喜悦的恩赐吗 你说的恩赐是什么意思呀 简而言之 你说的恩赐不是神的恩赐 那是犀利王喜悦的恩赐 犀利王最喜悦的恩赐 恩赐就是跳舞的那个希罗底的女儿 那多有恩赐 能说会到又会跳舞 神喜悦的恩赐是摩西那样子的 蹦吼着舍 话都说不清楚 还得别人帮他说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回家的路 那就是我们的身上带着太多太多 各种各种偶像的痕迹 那怎么办呢 中间这节经文 它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平行启示录》的真理有两个平行的信息 第一 你一定要把兽在你身上的印去掉 我刚才讲了那么多的例子 归根接地 就是兽 这个世界上那些畜生做王的那些文化 在我们身上太深太深了 这个需要漫长的过程 第二 你必须胜利 根据起书二到三章相关的经文 十四章第一节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这个心明印在额上的得胜的 得胜的生命 得胜的生活 和仆人和君王相辅相成 一个方面 做仆人做君王都要得胜 胜过自己的罪 也要胜过世界的众王 胜过世界的罪 另外一个方面 你只有得胜了 只有不断地过 胜过兽印的生活 你才能够真正地去承担仆人和君王的职份 但是我们凭什么 我们怎么样才能过得胜的生活呢 靠我们自己不行 靠胜利 靠圣道 多美的结构 再说一遍吧 我们是仆人 我们是君王 只做仆人 不做君王是半调子基督徒 但是一旦我们做了君王 我们就没有在这个语境之下 没有任何理由要顺服外邦的君王 我都想喊了 好吧 仆人 君王 但是我们要得胜 但是唯有靠胜利和圣道 我们才能够持续地住在得胜的生活当中 而这是乐园的生活 也是上帝给教会历史性的祝福 我们做一些总结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主日崇拜 每次最后的祝福就是 这是民书记第6章22到26节 平行那里的信息你就一目了然了 对吗 你看咒诅 在这里呢 变成了什么 祝福 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再被咒诅了 然后呢 他的仆人要侍奉他 这里面耶稣小玉摩西亚伦 这是谁呀 神的仆人 然后呢 也要见他的面 这里面怎么说呢 他的脸 我们的弟兄说 他给我们脸了 见他的面干什么呢 光照 然后你再看这里 用他的脸光照你 向你们仰脸 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以色列得圣者 以色列就是王 直到永远赐福给他们 我这样平行想说什么道理呢 我想说的是啊 启示录结束这部分 仍然是借着教会和圣旨 向上帝的百姓宣告乐园永远的祝福 而这祝福从始至终就是赐给了神的百姓 它涉及到这几项不可或缺的祝福 那就是圣道 圣礼 得圣 仆人和君王 放到最后一页 我们今天讲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 这些信息不仅锁定了乐园的方位 也指示了通往乐园的道路 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到达自由 那就是我们必须让那个哲义天使 真正的医治恢复六个翅膀 信意与行意并行 咒诅与祝福同告 仆人与君王同在 这样的真理唯有借着每次主日的聚会 圣道和圣礼才能不断的来建造我们 所以今天是圣餐主日 欢迎大家来到主的筵席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借着启示录的真理 再一次的更新和归正了我们 愿你的圣道和圣礼 大大的兴起你的仆人和教会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 大家预备我们现在是